第八百五十四集 白赫然偏着头皱着眉,撞死思考 大夫人 奴婢不知道,大少爷也没听说过呀 哦,对了 他一机灵,像是刚刚想起什么 大夫人是听说过的,但他已经死了,年前就死了 当时张家镇有人当故事讲来着 说经理死了个大人物,是天字公主的嫡母 这样算来应该就是夫人您说的那位大夫人吧 她已经死了,年前的事了 白金红的脸色由青子变得发黑,吓坏了眼前的小丫头 夫人,您这是怎么了,您可别吓唬小菊啊 小菊去给您叫大夫吧,您的脸色实在是太吓人了 白金红拦住了她 不要叫大夫,我有药 吃了就没事了 我再问您,知道那大夫人是怎么死的吗 就是天字公主的嫡母,是怎么死的 白赫然点头 听说是病死的 但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奴婢就真不知道了 奴婢也只是听说呀 要不是张家阵营码头从上都城过来坐船的人多 奴婢一个小丫鬟,哪里会听说这些事情 夫人,您真的不要紧吗 如果有药就快去吃吧 奴婢看着害怕 白金红起了身,站起来时晃了两下 白赫然要去扶,却被她一把推开 在屋里等我,谁叫你都别走 我去去就来 白金红跌跌撞撞地离开了饭桌 白赫然在后头看着 看到白金红走到一个摆着多宝格的角落里 往多宝格后头一拐 一面墙直接就被推了开 人一闪身钻了进去 那面墙很快就从里面被关了起来 又变成多宝格后面一块挂着字画的墙壁 原来这屋里是有暗示的 白赫然靠在椅子上盯着那块墙壁 心里想着白金红肯定是进去吃药了 但是谁给她下的毒呢 体内有蛊虫不难理解 为的是控制蓝城之腹 敛财也好,其他目的也好 都是控制人的一种手段 可为何还会被人下了毒 那种毒她冷眼瞧着毒性很烈 且基本无解 就算是治毒人本身也很难再治出解药来 最多就是能够治出一种控制毒性发展的解药 比如说 在被下毒人发作的时候吃上一颗 将毒性暂时压制下来 能够让其在短时间内正常生活 但过段时间就会发作一次 所以要不停地吃 她料定白金红就是在吃这种暂时压制的药 这就意味着白金红此刻是在被人控制着 一旦这种药断了 她的命也就没了 可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是什么人在控制白金红 魏府的暗室里 白金红抓了一颗药丸 哆哆嗦嗦地塞进嘴里 整个人没有一点力气 以至于想坐到椅子上都没有成功 扑通一下摔到了地上 这个暗室是魏景彤的 原本是用来放一些收藏回来的古玩字画 她来了之后觉得这处甚好 便时不时就进来坐坐 慢慢地就将这里的真品倒腾出去不少 以至于眼下这些暗室里的东西 假的多真的少 再过一段时日 怕是就没有真的了 这是白金红的任务 她来到魏府就是为了敛财的 替割部国君来敛东秦的财 其实 选中魏景彤倒不是因为魏家多有钱 割部看重的不是魏家 看重的只是魏景彤 蓝城之府的身份 相对于离割部最近的同城来说 蓝城更加富有 因为这里是入海口 有码头 无数商人在这里靠岸 为蓝城的繁荣添砖加瓦 所以蓝城很富有 蓝城的身豪也很富有 虽不至于富城上都城里的弘家那般 但在这片区域来说 蓝城也是最辉煌的一座城池 所以 割部国君把主意打到了蓝城 但如今 割部跟东秦的关系近张又微妙 割部人根本不可能通过正规渠道 分享蓝城的财富 但是还想吞掉怎么办呢 割部国君就把主意打到了被林寒生 从东秦皇宫里救出来的白金红的身上 割部也有国医 一股双绝的胜手 白金红被毁了容的脸 就是他给治好的 只不过医术有限 没能治得那么彻底 以至于脸好之后 皮肤略显悴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 不过索性白金红的颜值撑得住 即便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 也依然倾国倾城 割部国君在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就在感叹 为何世间只有一个白金红 如果如此美貌的女子 能再多几个那该多好 将这样的女子派出去 能帮他做许多许多事了 白金红从来没想到 自己竟会是这样的遭遇 就包括他的生父段天德也没有想到 自己恳求割部国君救出自己的女儿 本以为凭女儿的美貌 就算做不了割部王后 至少也能是个宠妃 他只想要白金红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哪怕割部国君不要他呢 他也会给这个女儿一个安稳的生活 能让这个女儿从此远离权斗场 安安静静做个美丽的女子 可惜他想得太美好了 他也把割部国君想得太简单了 男人爱美色不错 但比起美色来 男人更爱江山 一旦美色跟江山起了冲突 一千个国君里也不见得 有一个要美人不要江山的 白金红来到割部 只做了一个月割部国君的宠妃 之后就被改名唤姓 送到了蓝城之府的面前 成为蓝城之府魏景彤的美妾 这仅仅是一步 割部国君本就懊恼 为何只有一个白金红 所以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让白金红的作用最大化 让自己对他的利用也能达到最大化 古师为他种上母骨 给他灌了毒药 让他以母骨控制住魏景彤 让魏景彤不停地半咽搜刮钱财 而古师则是每隔五日给他一次解药 让他用来压制体内的毒性 他被那古师控制 被割部国君控制 为了活命 不得不畏身于魏景彤 这是第一步 白金红万万没有想到 在他嫁给了魏景彤之后 古师又让他以探亲的名义 去了铜城 然后又在铜城安排了 他跟铜城之父 康学文的见面 于是 他又成了铜城之父 康学文的小妾兵姬 在铜城陪了康学文 不到一个月 又再次以探亲的名义 回到兰城 继续跟魏景彤过日子 就这样 他几乎每隔十天半个月 就要往返一次兰城和铜城之间 在玉骨和兵姬两个人之间转换 而两个男人因为受骨虫控制 完全相信于他 根本没有过任何怀疑 这是一个秘密 没有人知晓 他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 一方面搜刮蓝城财富 一方面不停地引导 劝说康学文开放铜城 让铜城恢复于哥布的贸易往来 让哥布人可以相对自由地出入铜城 甚至鼓励两国通婚 让越来越多的铜城人跟哥布人结了亲 成了夫妻 生了孩子 白京红威逼双目 等着药效发挥 将他体内的毒性压制下去 也许是刚刚听说了京都的消息 从前过往 一幕幕涌入脑海 魏景彤康学文 还有那哥布国君给予他的残暴羞辱 恨得他几乎咬碎一口银牙 曾经的段家大小姐 后来的文国功夫大小姐 白京红前十五年的人生可谓是顺风顺水 虽然母亲奔走两家 他也认他人为父 但是得到的重视和宠爱却从来没有变过 无论是在段家 还是在白家 他从来都是一枝独秀 得尽天宠 从来都是家里最让人得意的孩子 甚至就连文国功夫那些由文国功亲生的孩子 都急不上他的待遇 他的骄傲 他的自尊 维护了十五年 终于随着白赫然的回归全部破碎了 白赫然曾经是他最憎恨之人 他在水牢的那些日子里 每天做的事只有两件 一是活着 二是诅咒白赫然 他几乎用尽了所有他能掌握的最恶毒的语言 来诅咒那位白家嫡女 直到他被林寒生救出来 带到了戈部 他甚至还求过戈部国君加害白赫然 其实也是加害过的 林寒生在救出他之后 就曾向白赫然出过手 可惜失败了 用林寒生的话来说 白赫然是他行谷大半生见过的最特殊的一个人 即便他用了自己的本命骨 也完全拿白赫然没有办法 一向无望不利的骨虫 只要一接近白赫然 就会表现出极度的恐惧 甚至还会不受控制地表现出萎靡状态 若不是他及时收回骨虫 怕是骨虫就会死亡 本命骨一死 他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所以林寒生不敢再世 白金红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文国公府小妾林氏的父亲 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 直到他去了戈部才知道 那林寒生本就是戈部人 以戏班班主的身份行走于东秦各地 就是为了给戈部搜集情报 从而让戈部国君对东秦版图 及各地民风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他恨白赫然 可是这种恨到了戈部以后就变了 比起白赫然来 如今他更恨戈部国君 因为是戈部国君给了他这一生最大的羞辱 也是戈部国君让他美裕一般的身体残破不堪 他从前有着最大的梦想 他原本要嫁的是未来的天子 如今他也是天子的女人 却不是东秦的天子 而是戈部的 这也就罢了 却偏偏的国君根本就不知道联系他 自己战友过后 竟将他派到同城和兰城来 给他种上蛊虫 让他用美色和蛊虫的力量去迷惑与控制两位知府 他得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 用自己的如花似玉一般的身体去与他们欢好 白金红只要一想到这些就觉得恶心 偏偏他又摆脱不掉 因为他被林寒生下了毒 那种毒每隔五天就会发作一次 发作时犹如蜿虫啃尸一般 钻心地疼 他必须听话 因为听话才能拿到解药 如果他不听话 林寒生就会把解药晚几日给他 他不会死 只会痛不欲生 那种感觉比死还要难受千百倍 今日的药清早就送到了 他因为想跟张家震来的人说说话 就没顾得省吃 以为毒性发作怎么也得到晌午 没想到这么快就发作起来 白金红算计这时辰 算着算着就觉得心惊 因为似乎发作的间隔在一点点的缩短 有时提前一炷香 有时提前一盏茶 有时提前一个时辰 这次是从晌午提前到了早上 这样一算 五天的间隔就要缩成四天 他愈发地依赖那林寒生了 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 他生活在文国公府十年 只知道小妾林氏的父亲是个戏班班主 那林氏更是在他母亲面前伏地作小 唯命是从 却没想到人家身藏不漏 父亲竟是哥布国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且还使得一手厉害的孤独 从前的他怎么可能想到 有一天自己的命运 竟会跟白燕宇的外公扯在一起 可现实总是让人意想不到的 总是残酷的 如今他不但被那林寒生下毒 还得三五不时地满足林寒生对美人的需要 也就是说除了蓝城同城两位知府大人 以及远在哥布的国君之外 他还要尾身于林寒生那个老头子 每每想到这些他都羞愤不已 不是没有想过死 多少回他都不想活了 他曾经为了想做未来的皇后不择手段 甚至也想过用自己的美貌去迷惑一位皇子 可那不意味着他就要接受同事向无数个男人出卖自己 那跟花楼里的姑娘又有什么区别 他堂堂白家大小姐如何受得了这般屈辱 可是他不能死 一来他的亲生父亲还在哥布 二来哥布国君曾用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来威胁于他 只要他死了 就会被林寒生制成蛊偶 任即驱使 更可怕的是那种制成蛊偶的方法 那是用哥布秘书生生将死去之人的三魂给叫回一魂 让死去的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成为一个听话的布偶 而在他成为布偶期间 因为那一魂的存在 他还会感受到痛苦 那是真正的生不如死 比至现在还要可怕 而且一旦成为古偶 他就不会再死了 除非制偶人死掉 否则他将生生世世都是对方的奴隶 主子们好 咱家是您的贴身总管 小鹿子 鹿青竹 这次啊 就以太监 江月的身份登场了 希望小主们 不要嫌弃咱家 嘴笨啊 嘴笨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